你好 歡迎收看5月30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盧宇慧 花蓮縣今天新增了938例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而縣府表示說6月8號前縣各鄉鎮市衛生所 要為5到11歲孩童來接種BNT疫苗 如果家長不急著讓孩子在校園集中接種 或者是改變意願 可以就近依照指定的時段來預約 針對於我們的國中、國小、高中還有幼兒園、大班 就是滿5歲以上的孩子做我們的BNT的疫苗接種 那我想當時就期待我們各醫療院所動起來 能夠幫助我們這些學生在一週之內接種完畢 所以今天開始做全縣的 國中、國小、高中跟幼兒園大班的疫苗接種 那持續到我們的6月7號 各位想看看 從今天開始到6月7號 日子中還有三天的廉價 所以整體來講醫療院所端 能夠來到各校接種的 或入校接種的時間 其實被擠壓到只有6天 那6天要跑來全縣 其實我想對每個醫療單位來講都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尤其在持續醫院這一次 為了完成國小的疫苗接種 所以他們出了兩隊人 大家知道持續醫院現在目前除了 做我們的重症 中症的醫療照顧之外 對我們的社區也開了我們一條龍的 處置 多功能的篩檢站 同時還要負責一般疾病的照護 要出兩隊的人到我們的 國小幼兒園來接種 我想這次非常的非常的辛苦 我想一樣的門落院 國立花蓮醫院 還有國軍花蓮總醫院 都有非常 多的人來協助來做疫苗接種的這一塊 所以真的很渴望 我們的鄉親 可以告訴你的孩子 當他接種完畢 疫苗接種完畢之後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的醫護團隊說一聲謝謝 他們真的非常辛苦 希望你們能跟他說的謝謝 讓他們能夠得到一個支持跟鼓勵 讓他們能夠繼續的為我們相親服務 那到7號之後 7號之後 那我們針對於 來不及做 預防接種 就是這段時間 因為有某些因素 到學校接種的 這些小朋友 以及 未入校 未入校的 滿5歲的小朋友 所以我們會在 各鄉鎮的衛生所 來做 BNT的疫苗接種 接種的時間 就如這張手板上面 從早上的瑞士箱 一直到我們的副理箱 都有接種時間 預約電話也在上面 讓我們鄉親可以了解 多謝 我們有一個人 結束 我們的靈鎮 就是 我們有一個人 接種 可是我們 到 我們有一個人 來 我們有一個人